别人跟你相连的 不是你连出去的 别人跟你相连的 别人来 我们在像在 我今天在Facebook上有po一个 那个Agerank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看到的 Google很有名的一个那个 演算法叫Pagerank 今天后面也有 如果今天没有办法谈到的话 我们就在那个 后面的那个DataMoney里面去谈 那Pagerank 那个演算法 而且上演算法的课程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Pagerank的同学来写一下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演算法 就是最近 但是Google自己也已经不用了 他以前说Rank一到十 你的Website的Rank是多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Google的时候 有没有看自己做Website的时候 那他的演算法当时 是这个 是看的 是好多你连出去跟别人相跟你连 那别人连到你的时候多 代表你比较Prestige 你比较重要嘛 那今天我在Facebook上面 Po了一个一篇文章 你在谈什么 你在社群里面 或是你Po了一个文 我像Facebook 大概朋友 好几百个朋友 我一百个朋友 不要说好几个 一百个朋友 那你不可能把一百个朋友 所有的东西通通给你 那你一百个通通都不active 的话就不行 像我自己朋友里面 好多位教授是天天 Po的比我还多了很多的 非常多了 那我一天大概会分享一两片之类的 那有些他一天就一直在分享 一天二十片 那不会每一个都到我的 到我的这个即时动态来 那我也受不了 所以他有一个 Edge Rack Facebook里面也有这个演算法 来看哪些东西可以上你的这个 上你的这个动态 哪些东西不上你的动态 所以这个都是 要是看 那大家都要 都有些演算法 来判断 那 那Centrality呢 Centrality基本上是 All Links 你跟你联到哪些人去 Prestige呢 是哪些人连到 别人连到我 我比较虚荣的 所以我的Prestige 我的这个 名真味比较好感觉 这个 所以那就是 被follow 就是你 别来follow你的 那 所以这是Prestige 你就知道Prestige 跟Centrality的这个不一样 那Prestige也是一样 Degree是Prestige 然后Permicity的Prestige 这我就不一样看 Rank的Prestige 这边有PageRank PageRank的话 它基本上是Prestige 然后 呃 就是你到底Outlink有多少个 那 那分支这个 呃 Source of the PageI 然后把所有的 你 你对每一个IJ 把每一个J的 我后面我看有没有例子 嗯 这个例子 其实在下面的例子会比较完整 在我下面那边的朋友影片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Rank的三个Node 大家都是一样 那这个 但它连接不一样 它有连接到它 它有连接到它 它们两个是互相连接的 就在PageRank的Algorithm里面 就是Google Google在算 Google派出那个Robot 在看你的Source 在看你的Source 看你的每个PageLink的时候 它帮你加Rank 它的Rank是怎么算出来的 就这样 一开始大家都一样 那然后呢 你就看这个 它的位置 它位置就会变了 你有连它 它有连它 那你被 简单的来讲 那你 呃 你 你这里有两个连出去 对不对 一个连进来的 那连出去的两个呢 你的这个Pestige 就是除以二的 对 这边 这边 这边你就除以二了 那 那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个值就变了 那 所以 所以它的这个 这个Pestige 就比较高了 你看到 如果你看 也可以知道 这个 有两个连 指向它 它指向一个 你知道吗 那 这个 它是一个过去 一个过来 那 那 那 再来一次 然后 这个 对 这个演战法一直在循环 那结果呢 最后 这个演战法 垂实的一样 因为这段时间 我就不想去看它了 那这边 这两个 结果它的Pestige 是一样的 经过 经过几个回 这个以后 几个 几个 这个回 回圈以后 那它的Pestige 比较低 因为它两个都是一样 它两个都是两个印 这两个印 一个out 这两个out 一个印 但是它两个Pestige 是一样的 以整个Global来看 那这是演算法 那同样在PageRank的那个同时呢 那IBM它也有另外一个叫Hit 那这个线只有在 在这个 在那个 Paper上面有 好像大家已经不再用了 但是其实它比那个 PageRank构想的更好一些 那它有两个Ranking 一个Authority Ranking 跟一个Hub Ranking 一个是连接 一个是方向 那就是把 In Link跟Out Link 把它分开了 那 那 In的话呢 叫Authority 很多 那out的话呢 叫做Hub 我连出去的话 很多 我就是个Hub 有Information 来跟我讲的话呢 那我 怎么样 就是 我讯息很多 我把它传出去 这是Hub 那很多人来跑到我这边 联想我的话呢 我就是权威 所以就把 把这个 把它把这两个分开了 那In-Out都分开了 然后一起 那演算法里面 它这两个都考虑到 所以 它的idea就是什么呢 一个好的这个Hub 它会指向很多好的 这个 authority 那好的authority呢 会 会背 这个 很多的 这个 好的Hub 来指导 那以这个 以这个 为原则的话呢 高的authority 跟高的Hub 就会互相连接 那 演算法比 那个 跟 那个 PageRank 很像 但是又多了一个 多考虑了一个参数 那 那 那这例子有很多 那这边是 呃 我们看 怎么样 这是centralized 那这个是decentralized 这个是比较 这很集中 这个非常集中的 那这两个都是decentralized 那这decentralized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像一个星星一样 这decentralized呢 它像是一个 Ring 它的骨干网络 这个仍然是一个 星星 这骨干网络 它好像变成 或是 这奔战的 离散的 那个部分 它好像是一个 这个 环状 那 那你要major它的时候 我们刚刚看过 in degree out degree 还有很多没看过 就是说密度没有看过 那密度 你要看密度的话 叫另外一个看法 是看里面有没有动 有structure hold 像这边就是有structure hold 就是中间有一个动 没有连 其他地方都相连的 但这个某些地方 是有一个动在里面 然后呢 从另外一个参数是 你从这里 可不可以到达 另外一个地方 Reachability 在graph 如果你修graph 这个图形演算法的话呢 一定都会学到 这个Reachability 它可不可以达到那个地方 这一点 也可不可以达到那一点 Reachability 那Transitivity Transitivity的话 这个 看过 Distance 然后还有一些定义 Walk, Pass, Semi, Pass 那Walk的话就是 我可以给各位 从这一点到那一点 那Close Walk的话就是 我 我从 我绕一圈回到我自己家了 那Cycle Cycle的话就是Close Walk 但是它的那个 Actor数目比较大 Trail Trail的话就是 我走这条路 你不会再重复 都只走一次 那Pass的话 是刚好一次 那这个当然也可以用 用这个来表达 那另外还有一些更进阶一点的 你在社交网络里面找到它的 Flow Cohession 跟Inference 那Flow的话是 叫动态的时候才会有Flow 就是说 它第一个有方向性 第二个是 它有好多条路径 它就会 很多资讯就可以顺着 这个 留下去 所以它要考虑时间 考虑Flow的话就考虑到时间 那如果 像这个时候 当然有发生相当的 相当的事件 你可能会考虑 这个时间的 Cohession Cohession的话 就是Max Flow Min Cut 这个也是Graph的演算法 我不知道 可能 如果你修演算法的课的话 有可能会谈到这个 有可能没有谈到这个 但Graph 如果你修Graph的理论课的话 一定会谈到这个 这个在交通里面很重要 在流量 流体力学 就是 只要讲流的里面 Max Flow Min Cut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演算法 Cohession的话就是 我考虑每一个Link的强度 我们两个年度怎么样 在软体工程里面 有讲Cohession 就是我们互相的 Component之间的年度 Inference 好像也是 后面这一个例子 是用Citation 就是我们文章 一个文章里面有哪些reference 你参考到我 我参考到你 像现在研究的里面 最不好的一个现象 很多这个期刊的 他在这个 就很多很多这种学术界 都很聪明 大家 尤其是亚洲 中国大陆跟台湾 对这个 一个人发表的学术界 发表论文的 互相被引用的次数 非常非常重要 结果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就发生了大家 就是各个家族 自己都 自常 self reference 特别多 我自己 我们这个家族里面 我自己 自己来参考自己 甚至于某些journal journal 他要赚钱 他就是这个 就规定你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这个 参考我自己这个journal 里面的paper 才行 不然我就不接受你 我当然没有讲那么明显 但你常常会看到 review里面 会写到这个 请你参考一下 我们自己 自己这个journal 哪些paper 就是 就变成是这个 citation 是一个 那 那 但这个里面 因为这个会显示出 它的这个重要性 因为我被别人引用很多的话 显示出 我的研究 我要做得很好 之类的 那 那这个是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 用hits来看 那 共同被citation 这个 这个都是从Datamini 那本书上面下来的 我想我这边 我也就不 不详细的谈了 那 那这里有 有很多的现象 都可以 用所有network 来 来model 像metry effect 扩大 它的internet structure 这个 由 这个 垃圾 邮件 等等 那 那metry effect 是什么意思呢 metry effect 事实上 这个是常常存在的 就是 穷者越穷 富者越富 那 那 这在社交网路上面 基本上 也不只在社交网路上面 这基本上是存在的 就你连接 就 你连接